為什麼說做十高版話它會很 愉悅 對 會愉悅 然後並不是它塗了什麼顏色它很愉悅 而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就會產生一直大量的奪巴胺 所以它是有科學根據 它是有科學根據 是透過比如說我們的筆觸 我們的末梢神經傳達到大腦 對 我們傳達到 就是這個末梢神經會刺激我們的神經緣 我們在這個童趣 在這個玩十高版話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畫畫是琢磨在筆觸 那可是因為我們十高版話 你就必須用我們的指尖 拿著我們的蠟筆去塗抹 推抹 所以就會碰觸到我們的指尖 那我們的指尖 基本上就是對我們身體來講 就是末梢神經 那這個它有神經緣 然後它就會比較容易傳導 到我們腦部 就會刺激 然後會傳導腦部 然後就產生很多的奪巴胺 它是一種很快樂的 所以很喜樂的 所以Kemoji是這樣子 對 請來聽眾 嗨來我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俊庭 觀察者影音新網 同步FM89.7 高雄民生電台 跟瑞傳媒 雅虎 翻屬騰 大家都在網路搜尋得到 今天這條新聞 今天文創有約 在這邊 我們拜託我們的文創大師 王錦成理事長 要不要聽眾朋友來分享 讓高雄看得見的知名的藝術家 因為理事長和我有一個想法 希望大家來讓歌雄藝術家 能夠不只是要上台灣 而且要要上國際 高雄有很多知名的藝術家 我們電台 和網路 外國YT 影音新聞都看得到 所以聽眾朋友不是跟她聽而已 你們現在人手一擊 要去YT找這條新聞 找到這條新聞之後 老師有很多精彩的一些影音的畫面 大家盡量跟她分享 理事長 高雄的文創大師 台灣的文創大將 我們王理事長 真的讓我們高雄很多藝術家 在國際上未來 能夠都被看見 好 理事長 今天拜託你了 好 我們今天很開心又來到我們空中的與文創有約 我是王錦成 目前是高雄市創意台灣文化協會理事長 很開心能夠透過我們這樣的電台的一個平台 讓我們的藝術家被看見 然後能夠挖掘更多的美學教育 我想說與文創有約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們今天來到我們現場的是 我跟他認識這幾年我發現他是一個多才多藝 那給他一個稱呼叫百變女郎的一個李原芳老師 那我們知道李原芳老師有非常多的才藝 那我想說是不是一開始先跟我們空中的朋友問好一下 然後再介紹一下你的才藝跟專長 空中的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天天開心 原芳老師我知道他比如說他在藝術方面有 大概有版話 然後有一些音樂歌唱的部分 這是大概我知道的部分 那等一下你可以再補充 然後他也在擔任一些評審 然後做一些歌唱比賽 包括在之前農業局的物產館那邊 有一些評審團的召集 然後再加上他也是一班很多歌手藝人朋友的經紀人 他做的這個部分也是他等一下我們會帶到他談 他自己的公司的營業項目 這個有一部分也是跟我們電台的一些範圍 其實是很多的重疊 那這個部分可以再請你跟我們做一點詳細的介紹 包括你的藝術方面的版話或者歌唱 或者是評審的一個部分 很跳通啦 那因為這個我在的範疇裡面 因為我的朋友很廣泛 那我很特別的是我沒有兄弟姐妹 所以所有的朋友就是我的兄弟 都是你的兄弟姐妹 對 那當然每個人身上都有很多的才華 還有能力 那也都是我學習的養分 所以也是我之所以很多的項目都可以有一點發展 那不敢稱得上是很專業啦 但是應該是算通才 通才 對 其實他很客氣啦 因為原方老師他在包括等一下我們會談到他目前就讀於高四大的一個原民專班的研究所 然後再加上我比較知道他在比如說歌唱比賽的那一塊他擔任的是評審委員的召集人 那那個部分其實他也談到一些等一下我們在大概第三節第四節就要談到他自己人生的一個夢想 在當一個幫人家做圓夢的一個圓夢專家 那在這邊也跟我們的所有的聽眾朋友跟觀眾朋友大家聊 我們之前幾集也是談到說其實有沒有一個概念可以做到什麼 做到一個叫藝術導演 這個我想說這也是我自己其免自己能夠有這樣子的行有餘力能夠幫助更多的藝術家或者文創產業的工作者被看見 那麼原方老師為什麼給他一個叫百變女郎 因為其實看他的應該是看不出什麼年齡 那麼年輕那麼陽光的一個女生 可是事實上他年紀應該算是比我長 可是他在他身上其實我看到他很樂觀很陽光的那一面 那這個部分其實包括他剛也很客氣談到就是說他是通產 可是事實上就我所知他在藝術的領域裡面有很多的琢磨 包括原住民的那一塊的板畫 這邊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就是那個板畫的那個 你說那個是石膏板畫嗎 對 那跟一般我們所知道的板畫有什麼不一樣 一般的板畫我比較沒有涉略很深 但是我們我比較琢磨在那個石膏板畫 石膏板畫 石膏板畫 對石膏板畫他因為他的工序比較繁瑣一點 但是呢他也他也比較算是比較有趣 很有趣也很童趣 兒童的童 兒童的童 對兒童的童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就是說看得到他那個叫什麼 赤子之心童心未敏 那這個板畫因為我看過他幾個大作 就是他的作品之前在 在我們有一些配合的一些展覽裡面 那些作品其實也有得到很多的大師 很多的前輩的青睞跟一些指點 那這個是我們想說就開中民意來講 就是說以這樣子的 與文創有約能夠挖掘到我們 李原芳老師就他所目前所鑽研的這個石膏板畫 然後他是對原住民的圖騰也有很多的策略 那我想未來也可以在這邊跟我們觀眾朋友做個預告 就是說他可以跟我們做一些比如說文創產品的結合 可以跟我們比如說我們高師大 吳聯賞前校長的一些授權的書法制做一些雙聯名的授權 那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大家就有機會在自然上購買得到 那我想原芳老師他除了在就學或者他自己的興趣做一些評審的召集人以外 他也做到一些他自己有開的文創公司 大概有我知道大概有兩間 其中一間是他很客氣說一開始是為了幫兒子而成立的 一個是他自己 那我想這一個部分一間叫做海山國際文創影音公司 那另外一間是星光文創影視傳媒事業 那這個部分也可以跟大家做一個琢磨 我個人這個星光這個 是因為我是認為每一個人他都是唯一 那麼他也是有很豐富的一些故事 然後每一個人在生活上都有一些很特別的表現 然後所以我很期待就是做那個角落故事的拍攝 就是微電影或者短視頻 對 做一點像影音的小片子 其實這個大概是在我們之前在累一下今天的一個腳本的時候 有大概提到就是說他自己也有一個想法有一個發願 就是說希望能夠挖掘更多社區的 有點像是比較溫馨感人的 然後也幫很多的素人歌手能夠圓他的明星夢 我想這個很難得就像 其實我也自詢我自己能夠當一個藝術導演 就是說我自己除了自己在藝術上有一點點自己的心得跟琢磨以外 我想說我周邊很多的這種藝術家 他是不是能夠透過我給的資源 這個資源有兩個一個是資源 一個是後勤資源的資源 能夠讓這些人他的作品 能夠他的創作心得被看見 那就像我們今天也是透過這樣子的 廣播電台的機會能夠把李維芳老師邀請到這邊 也希望他的能量他的熱忱透過今天的平台的播放 能夠廣為人知能夠得到更多的回響 那他的公司的主要營業項目裡面還有一個 就是說他在做很多社區的這些事物 這些事物裡面就是可以讓很多社區裡面的小故事 這小故事有點像我們比較感人 或者比較發人深省的一些好的能量的這些部分 可以被張揚出來 這個是非常難得 被看見 被聽見 也的確需要你這樣子的平台 POMO他們能夠被看見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我是比較喜歡有溫度的 就是人跟人之間他有連結性的 然後他可以有就是可以連結起來 他有溫度他有溫暖的 其實反而有時候看到社區的這些 比較溫馨的他相對是比較弱勢 他可能沒有資源沒有平台幫他彰顯 那透過我們遠方老師的 所擁有的他自己的一些能量跟資源 反而可以讓這些不為人知的社區的小故事 被更多人看到 我想這也是維持社會很好很正面的一個表象 這也是我們希望說整個社會不要那麼多的混亂 能夠有很多更溫馨感人 或者是溫度的東西 這個當然就不是商業的東西了 這反而是一種他自己的一種想法跟自己的法院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那還有高雄物產館就是農業局在聯池潭那一塊 好像合約也到期 那沒有關係你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你這幾年在那邊的心得 我這幾年大概大概有八九年八年多 然後我就是等於是一個執行單位 執行現場 在現場有活動的時候 是等於是一個 Handle的 要調節 調度 應該是調度 然後就是因為每週六日嘛 就是 週六日就是我們那個市民休閒的時間 那就是 所以呢 物產館因為它就是農業局嘛 所以它就有一些微風工廠 微風市集 小農市集 那當然相對的 他們也會舉辦一些 表演節目 他的表演節目應該是說 希望 因為要推動幫農 農業局要幫這個小農嘛 農民嘛 或者果農啊 花農啊 或者是漁業或者是 就是這個 促銷 對 就是做很多的促銷 所以呢 就會常態性的 週六日都辦歌唱比賽 對 那我是負責整個的 這個歌唱比賽的 評審 就是一個 等於是總招啦 然後這個評審呢 我們大概有三十幾位評審 那當然這三十幾位評審 都在各 各行業當中都是頂尖的 都是 也是製作人 然後電視台的製作人 然後也是那種超偶的 這個班導 就是電視台超偶的班導 然後也有 歌唱的 歌唱界的老師 所以這反而也彰顯出 你可以做 原 一般素人歌手明星夢的一個 對 有一個database 有一個資料庫的概念 就是說這些人 他本身在 比如說他在歌唱演繹 他就有興趣 對 他想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那反而你在做這件事情的 當任總招的時候 是 可以找一些有意願 有能力 然後也受到市場 未來有市場信 青睞的這些 這些歌手 可以圓他的明星夢 對 那我應該認識你太晚了 不會 不然我也是你可以POMO的 不會 還來得及 沒有開玩笑 那我想說這個是 大概是你的 在物產館那邊的一些 這八九年的一些經驗的心得 那我知道圓芳老師目前 就讀在我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是 應該是圓民創新的這一塊 就是說 創新產業 創新產業的 原住民班 就是在職專班 對 我看過你的畫 就是板畫 就是石膏板畫 那很多都是原住民風格的 這些圖騰 圓樹 這些圖騰 對 如果對於圓民文化有了解 你會看到那個圖騰 你會覺得好像很 就是很原住民的感覺 對 可是事實上他又加了很多 比較色彩繽紛 對 連我們有一些當天在聯展的 比如說我們友台的副董事長 是 孫武也孫董 他看到他也覺得說 這些東西事實上 未來也有市場性 對 很謝謝他 給我很多的一些建議 這次在我舉辦的一個 2024當代藝術聯展 在7月份 我們 我們原芳老師 他受到我們跟孫武也副董事長 那邊的一對一的訪談 針對他石膏板畫的這個部分 去做作末 那孫董也給他很多的意見跟指導 他也對他的作品 有一些很有興趣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 有沒有什麼心得可以跟我們講 或者說你當初 唸高師大 我們這一塊的緣起 可以跟我們公眾朋友做一個分享 其實唸高師大 從真的是不敢想像的想像中 為什麼 對 因為我本身就是在地 高雄在地人 然後這個和平路 當然是每天必經之路 對 然後從來 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 會進去讀書 對 因為自己沒有當老師 就覺得好像那個學術的殿堂離我們很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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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十幾年前念高師大第一間文創研究所畢業 那我後來覺得就跟高師大解下不解之緣 那當然這個陶藝的部分 還有一些手作的一些工藝的部分 都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 然後長期在社區 在這個 對 社區發展協會 里長 里長 對 然後因為以前早期的時候 在城鄉 這個政府啊 大力在這個可能做規劃的時候 這種 城鄉造政的時候啊 那我就有參與其中嘛 那我也是應該是 社會人士的第一屆的那社區規劃師 對 所以這個 也是這邊跟我們空中朋友報告 就是說其實原方老師他在 自己所做的這些課程 或者在更早之前他擔任過很多 里長辦公室或者是社區發展協會的這個 就是屬於真正在地的社區裡面的公眾事務 的推廣跟規劃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反而他的經驗會再跟你 剛剛我們談到那個物產館更早對不對 對 所以他也認識我們很多在地的里長 他同時在地的里長幾乎都是他的好朋友好趴呢 那有的也是你以前的老闆 或者是合作的這些公譜啦 所以這個也是在這邊 我覺得一個能量的累積 他是日積月累的 他是透過時間透過你的努力而得到的 所以當今天你行有餘力就可以透過這個能量 又去推廣去幫助更多需要我們的社區的 你剛剛談到那個小故事的部分 那反而這是我覺得如果說社會上多了很多的這樣子能量 反而造成社會更多的正面積極樂觀 對 那我想這個是台灣的很溫馨的一些溫度跟感召 希望能夠快快的能夠實現 那這個我想說未來也有機會再做更進一步的發展 那因為他也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然後再結合我們原住民的這些課程也好圖騰藝術創作 我想能夠這樣一搭的一唱的這樣子配合 其實可以讓這個整個文創的能量被更看見 我想說他在他身上我們看到兩個 一個是音樂表演的部分 一個是視覺藝術的部分 那這個剛好是文創產業的15類的第一類跟第二類 第一類就是視覺藝術類 那第二類就是音樂及表演藝術類 剛好都落在我們原方老師的這一個部分 那我想說這個是剛談到那個學歷 或者他之前的經歷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部分我想說 其實也可以請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自己在做石膏版畫 這個是一個推廣自然綠健康概念跟互動美學的這一個部分 然後我有看過他做了一些文創商品的馬克杯 然後未來還有機會跟高斯大的武林賞前校長 做很多雙聯名的部分 也在這邊跟大家做個預告好嗎 其實因為石膏版畫 它很特別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它的成品 它完成了以後 就是有那種歷史的斑駁感 就是那種 然後肌理紋路也比較明顯 對 肌理 最主要就是它的肌理 因為我們石膏版畫就是從 我們開始塑形石膏版 所以我們從塑形到塑形完成以後 我們要構圖 我們必須要拿鋼釘或者圓錐 就是尖銳的東西 然後去刻畫 所以每一筆每一筆 每一個鉤痕 它不管它深或淺 它的每一筆就是有它的肌理溫路 無論是不管是圓形線條 或者是任何幾何圖形 或者是說你的深淺度 它的肌理 它的紋理 其實那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它最重要到最後的一個 一個的結果論就是它成品了 它拓映出來 它有那種很立體 就很類2D那樣類3D的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說它是有厚度 有深淺 對 就是它跟一般我們看到的 雖然叫平面的視覺藝術 可是事實上你去近看 它事實上 我有去仔細看過 就是說它是有立體 它是有刻痕 它是有凹凸的 對 你每一筆看到的 的筆觸都是立體 我想說它就是比較有厚度的感覺 對 所以這個也讓我們 對於這樣子的視覺藝術產生很濃厚的 我想它就是它剛剛提到那個原住民的 背後的那一種 也是它的故事 也是它的文化的一種起源 對 它的累積的 他們的敵運 然後那個厚度就會很厚重很斑駁 很有歷史感很有文化的軌跡 我覺得這個它現在的 在高斯大的這個原民般的這個創新產業 這個也是第一屆的 對 我們是第一屆的 第一屆要成為標竿 成為未來的榜樣子 跟一個示範的Sample 有一點那個重責大任的感覺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在破題說 它是一個多才多藝百變女郎的這樣子的一個文創工作者 因為我發現就是說一般會唱歌的人會做導播或者做影音 然後這藝術的平面創作來講 它就比較弱或者比較沒有這方面的涉略 可是反而原芳老師是我看到就是說 它兩種領域它都跨了 包括音樂表演然後跟視覺藝術類 然後再加上它自己的公司的部分 就是做一些影音的這個部分 我想它就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一種百變女郎 用這樣的稱呼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原芳老師他在這樣子的涉略的領域裡面 我們看到他很開朗樂觀 那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歡笑 有很多的歡樂 那這個也是原芳他活躍在很多媒體 我知道他認識很多的媒體界 或者是新聞或者是展覽音樂這一個部分 那你在這邊也可以跟我們大概談一下 就是說對於未來想要發展或者透過你的 應該算是原住民圖騰的那個叫石膏版畫 然後再跟文創商品做結合的這一個部分 也可以跟我們這邊做討論一下 我應該來說一下就是說 我們會讀接觸到高師大 然後能夠也算很榮幸 非常榮幸就是能夠是第一屆 就是創新產業原住民班 那也要很感謝我們的院長姚春雄 這個就是他創的這個戲說 然後我記得他當時對我說 原住民需要被看見 當然 對 所以基於他講的這一句話 我就有深深的感動 因為我有很多的好朋友 都是部落裡面的一些原住民嘛 然後我覺得他們都非常有天分 然後他們也非常有才華 然後但是他們被看見的是很少 不太容易 當然就是說 那個院長呢 他當時講這句話的時候 因為我的很多好朋友都是原住民 本身像我們剛剛是很知名的 這個舞蹈團主運 那也是我們這一班的同學嘛 對 然後就很希望就是說 如果他我們一同讀這一班 然後有心我們又被這個 我們這個考試考上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起 來把原住民這樣往外推出去 那當然主運他已經在很多國家 也非常知名 也常常被受邀到國外表演 但是只是他這一團 或者是可能還有幾團知名的 但是我希望就是 盡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後能夠把原住民的 這個很神秘的面紗就把它打開 對 因為他們不太容易被看見 你像那種八部合音啊 對不對 還有他們還有我們阿美族的那種很亮眼 真的去到哪個地方 真的任何國家的他們的原住民 怎麼看就還是我們 這個台灣的阿美族就很亮麗 然後台灣族就很華麗 然後每一個族群都每一個族群的特色 對 那是這個在國外是 比較沒有人可以跟我們台灣 所以它是一個寶藏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它是一個寶藏 那以前比較沒有關注那麼多 那自從在高師大上了這個研究所 然後就特別有感 然後也特別想 但是呢 當然還是希望就是 在這個學習的當中 這個在讀研究所的過程當中 當然還要更精進了 才能夠貢獻自己一己之力啊 因為還很薄弱嘛 所以要多學習 對不對 就像理事長啊 這麼優秀 簡直是我的偶像 我們走的路線不一定剛好一樣 但是可以汲取你很多的優點啊 有一些東西它是可以畜類旁通 它可以發想 它可以讓我們有更不一樣的視野 可是我們有共同點都是希望說 透過自己目前所有的資源 跟我們在社會上擁有的 這樣子的能量 能夠幫助它想發展的族群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談到 你在物餐館那邊 有很多的素人歌手 你可以幫助他們達成他們的 緣他們的明星夢 所以那些素人歌手就是你的資料庫 那你現在剛好 又在念高師大的 創新產業原住民的在職專班 這些原住民朋友他很多 他的確是在尤其在台灣 他不見得容易被看見 可是你可以透過你的能量 透過你的累積的資源 能夠又泡沫他們 其實台灣的原住民之光是在於 包括藝術方面有很大的 應該算是天賦 它有很多的語聲俱來 包括那個那叫什麼 賞音 然後跟他的那個創作的那種工藝 就是工藝類 或者是圖騰 其實這個東西都是 在我們在講文創也好 在講藝術產業也好 這都是非常有厚度的能量 那這個部分如果透過我們 原方老師的專業 跟他所有的產業的 這樣子的結合 其實他就成為一個很好的事業 這個事業也會產生很好的生意 能夠讓這些原住民朋友 有比較豐厚的收入 然後跟提高他在國際的能見度 那你這樣責任很大 責任很大 沒有大家要一起來了 我只是貢獻一點力量 所以其實談到這裡 我想說還有一個部分是說 你希望能夠做到 包括我們在講到挖掘更多 社區角落的那個故事 然後也可以達到一個叫 互動藝術美學概念的親親家園 是不是 對就是因為其實現在 這個家庭的親子關係也好 夫妻關係也好 甚至一代兩代這種關係也好 都是疏離感很重的 那這個疏離感當然來自於 這個現在的科技產業 大家就是 人手一機 對 人手一機 冷漠了 對 就很 就是彼此之間的交流時間比較少 對 甚至在家裡面 你在房間 你在這間 我在這間 就用手機聯絡 也不出來講話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惜 因為其實我們人類 就是一個群居的動物 那你去看猴子 你去看尤其是像我們高雄 壽山那個猴子對不對 有時候我 有時候我會去到那裡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那個母猴子 牠就會幫小兒子 好像在燒養 或者是在幫牠梳理 人類的傳統生活也是這樣 對 但是現在已經好像沒有這樣了 以前的 以前 以前小孩子 都圍著母親啊 圍著家族這樣子 現在孩子已經沒有了 他除了看電視以外 他幾乎就是看手機 完全 完全跟父母是完全是梳理的 就比較默示 比較沒有溫度了 對 就比較陌生 然後他們對這種 情感的 情感的依附 就很弱了 就弱下去了 就減少了 所以就在這個言語上的溝通 其實人跟人之間要建立關係 語言是很重要的 因為語言就可以傳達 傳達那個彼此之間的那種 心境啊 情境啊 那為什麼我說 這個親親家園呢 石膏版的話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那自然綠的東西是 因為它是自然形成嘛 那這個自然綠在我們整個 這個生態鏈啊 就是它那個關係的存在 就是依附嘛 那 我們現在很疏離 那透過我的石膏版畫 當然他們不是要來做 一定要來做藝術家 而是他們就是很同趣 所以呢 它可以做小小的版畫 那小小的版畫 從石膏版要去塑形 這個石膏版 那再開始刻畫 構圖到它要上顏色 塗抹很多的銅趣 那因為那個是蠟筆 小孩子一開始學 就是用蠟筆 所以這個蠟筆 這個也有很多的故事 那如果父母 或者阿嬤阿公 就跟孫子 或者是我們大人也是一樣 朋友在一起 我們一起來 完成這個小作品 那因為它的工序裡面 最後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 它完全都塗抹 塗抹完成了 整個版畫的色彩 都塗抹完成了以後 它必須要去泡水 讓石膏去吸 把那個水吸 把那個油水分離 因為蠟筆是有油的 它是油性的 所以油水要分離以後 然後大約 因為如果是小小的版畫 大概不用浸泡時間太久 因為我們那個我們在 我們自己在創作的版畫 是比較大 大概是20F的 然後所以它必須浸泡時間 要久一點 那如果這麼小 大概浸泡時間不用太久 當它拿起來瀝乾水分的時候 噴上那個噴漆 然後再去做拓印 這個拓印裡面 完成這個拓印的時候 是需要分工合作的 當然這麼小是 比較沒有需要那麼多人 然後那像我們那種20F的話 我們就需要兩三個來幫忙 所以這樣子的創作過程當中 也可以跟家裡的人 家裡的就是小孩子或者父母親 做一個有點像是一個親子互動 然後可以彼此是親手動手在自己完成 那除了可以聯繫家裡的感情 然後可以共同產生一個作品 這種互動的過程當中 我想它也是一種堆疊 家人之間的情感 所以從這樣子 剛剛聽他這樣子在介紹整個 石膏版畫的這個創作的歷程 事實上它後面帶有很多的家庭 或者是群居 就是說人類它是一個群體 然後也能感受到這種彼此的溫度 能夠在那個創作的那個當下 等那一個時間裡面 彼此又能夠產生更好的一種融洽的互動 對 最重要一點 它會讓在這個當中 它會很莫名的 你會把那個情感的鏈接起來 那不會在創作的時候吵架 應該不會是開心的 是愉悅的 非常愉悅 因為在塗顏色的時候 或者在那個 個絲棋子 對 它會覺得說 這邊深一點 那邊淺一點 這個顏色會比較好看 就是其實比較不容易分歧 反而是比較更融合 更融入 因為你會覺得說 對齁 真的應該用這個顏色 什麼什麼的之類的 好 我們今天採訪到我們李元芳老師 然後邀請他來做一個 給他定位叫做百變女郎 也透過剛剛的訪談 發現他是多才多藝 那我想說其實在文創產業來講的話 我還是在三的一直跟我們 我周遭的朋友 包括藝術家做 說藝術家不能 閉門召居 不能再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不能只是紙上談兵 必須走出來 必須被看見 所以必須不斷的展覽 或者透過不同的平台 能夠彰顯你去訪問你 那現在的網路無遠佛界 其實現在你說所看到的影音 或者你在聽到的廣播都是最好的一種傳達 那你這邊也是呼籲我們所有的空中的朋友 能夠把我們這一則 今天的李元芳老師的專訪 能夠透過你的能量 透過你的工具 能夠轉發給更多的人 然後你也可以透過很多的 包括是Google也好 那個YouTube也好 去做很多的這樣子搜尋引擎 能夠把我們這樣的李元芳老師給挖掘出來 這樣子的藝術家 這樣的文創工作者 不應該被埋沒 那也透過他的能量去發現 我們很多社區的故事 然後也透過他現在在高師大的一個創新產業 原住民的在職專班的一個專業的 這樣子的學術的涵養 然後更精進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想在念高師大之前 我知道你是空中大學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大船系的這一個部分 也可以跟大家談一下你這個當初的那個過程 我說起來就是其實去空大讀書 其實只是心態上只是集取知識 求取知識而已 也沒有想到說有一天會畢業 對 念就要畢業 對 念就要畢業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的想法比較單純 就是說 是 空中大學 那個高空大 然後就是 那個師資也非常健全 那每位老師都專業領域都也很強 那所以就因為朋友的推薦嘛 然後也看到一些訊息 然後覺得可以去學習 所以就因此就到高空大 所以我就選擇了大船系 因為我喜歡這種媒體 我也喜歡傳播 所以這個跟你的 剛剛我們說的那兩家公司的服務項目 就會做因果關係的那種鏈接 對對對 那我其實在讀大船的時候 我最大的感動是 我的老師是郭南宏 國際大導演 他也是一夾子的 一夾子 現在目前跨兩個世紀 因為他是在台語片的時候 他就已經 他十九歲就當導演 對 然後後來就又到香港發展 然後他最知名的就是少林 少林市十八同仁 這個風靡全球四十幾個國家 那因為我也很有幸就是老師 他也不常識的教導 對 然後也學習很多 也跟在老師身邊 也跟著老師指導了兩三部的電影 那有一部老師也拿到這個 就是對岸也有得獎這樣子 所以原方老師真的是跨足了 叫不是雙七是三七 影 影影 然後歌星 然後還有這個藝術的這個 視覺藝術的這個產業 那其實我還是在講說 其實包括今天的採訪 我們在文創有約這個部分 也希望空中的朋友 或者我們原方老師 這邊如果有介紹 你想透過這樣子的廣播電台的這個平台 讓更多人知道你所想的 或者你的專業 或者你希望被看見的 你都可以跟我們這個平台聯絡 能夠安排時間來跟你做一個 這樣子的採訪 那讓你的能量能夠透過現在的科技 透過現在的工具 被廣為宣傳 我想這個是事半功倍 非常好的一種方式 那我們也期待說 未來有機會再邀請 我們原方老師再來受訪 那也期待您剛剛談到的 包括未來 預計明年可以畢業 高斯大的那個研究所 希望論文會順利 那個要靠你自己 所以也期待你能夠 on time能夠準時畢業 然後能夠積累到更多的 關於原住民的這一些 創新產業的能量 包括可以幫助更多的原住民朋友 讓他們的市場被看見 得到更多市場的商業價值 然後一方面也是你自己所學的 包括你的石板 石膏板畫 然後跟你自己的這個 想要圓的那個幫人家圓的 明星夢也好 或者社區的小故事的 親親家園 都能夠如期的去 得到更多的 青睞 然後能夠安排你自己的 既有的schedule 然後去 去按部就班 然後去完成你自己 人生當中 現在 拿到 金牢卡 還有 還有幾個月就拿到 金牢卡 所以這樣子對不起 把你的年齡也洩露出 沒關係沒關係 可是在他身上 看不出歲月走過的痕跡 應該非常的樂觀開朗 那這個石膏板畫 我想說其實在 可以結合我們原方老師 他想做的 人生當中的一些很重要的 善的循環這個力量 可以透過這個 親親家園的一個連結 也在這邊跟我們空中朋友做一個 比較深入的一個報告 對 因為我們這個在這個 在這個同趣 在這個玩石膏板畫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畫畫是 琢磨在那個筆觸 那可是因為我們石膏板畫 你就必須用我們的指尖 拿著我們的蠟筆去 去塗抹推抹 所以就會碰觸到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指尖 那我們的指尖 基本上就是對我們身體來講 就是莫少神經嘛 那這個他有神經緣 然後他就會比較容易傳導 到我們腦部 他會刺激 然後傳導腦部 然後就產生很多的多巴胺 他是一種很快樂的 所以很喜樂的 所以為什麼 Kimoji是這樣子 對 那就是說 為什麼說做石膏板畫 他會很 愉悅 對 會愉悅 然後並不是他塗了什麼顏色 他很愉悅 對 而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會產生 這一直大量的這個多巴胺 所以他還是有科學根據 他是有科學根據 是透過比如說我們的筆觸 我們的末梢神經 對 因為我們 傳達到大腦 對 我們傳達到 就是這個末梢神經 會刺激我們的神經緣 像我們在推很多 比如說像昨天 我們在三民護政事務所推 童案的活動 就讓親子 親子去做我們小時候 五六零年代的那種童案 比如說竹槍 劍子那種感覺 你會看到就是說 爸爸媽媽在教這個小朋友 在做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呼應了剛剛 袁芳老師就說 親子之間的連結 或者剛剛談到那個 那個獸山的那個彌猴的那種 家族的情感 其實我們在那樣子 就會看得出來 從第三者的角度去看這個 親子之間的互動 就會產生 剛剛你講到的 就是說它是有點像 你剛剛提到的 親親家園 或者是說 它就是成為人跟人之間 互動的很好的情感的延伸 對 因為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健康的 一個健康的互動關係 互動的那個鏈結 因為我們的疏離感 我們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這個疏離感 就是會造成彼此之間的不信任 那其實人跟人之間最重要 這個信任關係是很難建立的 但是你在這個互動的關係裡面 它會潛移默化 它會在很深層裡面 它就會慢慢的堆疊這種信任 因為在這個建構裡面 在這個彼此互動的建構關係裡面 它就已經1.1D的在堆疊 彼此的信任度 因為你做什麼 我做什麼 我必須要相信你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會產生這樣 那這個不是說 你做一塊板畫就會這樣 但是就是說 我很期許 就是我也很期待 就是在社區裡面 任何社區有需要 這個 希望有這樣的體驗課程 或者有這樣的一個 想要開這樣的課程 其實都也可以跟我 來做一個聯絡 可以 其實說我們的聽眾朋友 如果有這方面的 課程的需求 也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跟我們聯絡 我們可以轉達給遠方老師 他剛剛提到就是說 其實情感的衍生 透過面對面也好 透過這個 這個手作的這個概念 其實它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現在透過這種社群 比如說從line裡面去打那個文字 那個文字是沒有溫度 甚至會讓對方會錯意 一樣的文字的表達 可是因為沒有語調 對 沒有表情 那反而你一件事情 本來傳達的是yes 可是他收到的可能是no 那這個誤會就產生很大了 其實為什麼說 這個談話當中很重要 為什麼要面對面談 或者是要經常談話 因為在談話裡面 他是有情感的 情感的表達 或者有語調 對 甚至面對面的時候 還會有動作 表情 對 還有包括有有觸碰啊 接觸啊 或者有表情 對 那因為現在大家都比較生冷 生冷就是在 像吃撒西米一樣這樣生冷 就是說大家也很冷漠 也很陌生 所以生冷 那最後是不是可以請 遠方老師跟我們下一個註解 你的人生當中有沒有什麼座右銘 可以分享給我們空中的朋友 我的座右銘啊 就是你想做的事情 你沒有任何理由 你不想做的事情 你有千百個理由 所以只有 只有你很好的一種意願 其實意願跟能力 你有意願能力就不遠 對 如果你沒有意願 再多的能力 都沒辦法促使你想做這件事情 對 那你想說其實人生有時候短短數十年 要做什麼事情 要圓什麼事情 趁現在年輕 趁現在有體力 趕快去圓自己的夢 對 就是在人喔 沒有難成的事啊 就是所以你想做的 一定會成 你不想做的 你就有千百個理由 一定做不成 好 那在這邊還是謝謝 我們俊玲哥提供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廣播電台的 這個平台透過影音 能夠上傳到YouTube 然後也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 預告我們未來會再 邀請其他的藝術家 在下一個禮拜 也是高斯大的一個文創的一個 一個碩士生 來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是高雄市創意台灣文化協會的理事長 我是王景成 非常歡迎大家 把我們這樣子的 與文創有約的 這樣子的訪談的過程 影音能夠傳達出去 然後也希望未來有更多的文創工作者 能夠再加入我們這樣子的 受訪的電台 那再次感謝我們俊廷哥哥 好謝謝 他是李元芳 我是王景成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